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争分夺秒的研制疫苗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 不过在新冠疫苗的研发过程中,英国却一直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 7月16日,英国指控俄罗斯黑客窃取新冠疫苗数据。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当天表示, 周俄罗斯政府支持的黑客正试图从全球的学术和制药机构窃取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研究数据, 并声称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袭击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这次针对疫苗的攻击是知情的, 只是不知道袭击是否由普京下令。 英国官方发言人谴责,攻击破坏科学家们的工作是卑鄙的, 他们将与盟友合作,曝光那些试图在网络空间对疫苗研究造成伤害的人, 并让他们承担责任。 不过英国的指控遭到了俄罗斯的否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利·佩斯科夫的话称, 英国的这些指控没有适当的证据支持。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和英国一起指控俄罗斯的还有美国, 但从英国的反应来看,他们对美国这位盟友也没那么信任。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沙托克教授团队刚开始展开一种新冠疫苗原型的临床试验。 当地时间17日,罗宾·沙托克在接受英美采访时透露, 英国政府已经敦促帝国理工团队在英国本土研发和生产疫苗, 而不是将疫苗放在美国生产。 沙托克表示,这项原则经过了深思熟虑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 因为这样可以确保英国有这样的生产能力。 事实上,英国提防美国抢夺疫苗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 近期在新冠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之下, 美国接近买断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瑞德西韦近三个月90%的库存, 这一行为已经引发集体担忧。 按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理念, 美国接下来可能会禁止出口在美国本土生产的疫苗。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沙托克确实在采访中暗示, 英国政府官员们担心特朗普政府会把在美国生产的疫苗全部抢够一空。 到时候,即使是参与研制的国家恐怕也买不到疫苗, 看来比起俄罗斯黑客真正令英国感到危险的是, 美国可能会囤积英国疫苗。 然而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 只有各国合作起来, 让疫苗实现全球共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